12月5号的时候 美国的评级机构目的将中国的主权信用展望 从稳定降为了负面 可以说从这以后一发不可收拾 6号的时候降低了中国香港和澳门的评级 然后又降低了地方政府的24家 然后到了后面的话 整个现在中国有115家企业 全部降为负面评级 然后这里就包含了8家这种大型国有银行 有10家保险 然后又包含了这种大型的企业 甚至腾讯阿里都在里 然后整个的地方的一些基建 然后控股投资公司 可以说把中国全面的全部否定了 首先我们要知道整个的世界 或者说是美国有三个比较权威的评级机构 第一个就是穆迪 然后是标普 然后是惠玉 然后这三家的公司 对于整个的评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评级的标准 然后他们的评级机构的社会地位 其实是在1975年 1975年的时候 也就是美国的交易委员会SEC 在这个时间点认可了 他们作为全国评级机构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的这几家 其实他们都是私有的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穆迪 穆迪在美国也有上市 市值是700多亿 而且它的盈利能力 其实也是很强的 每年的话 其实50亿到60亿 主要的盈利 就是靠给别人写评级 可以说你是碰瓷也好 你是这种 靠别人到最后给你搞废也好 但是这一次 它做的可以说有一点 近乎于疯狂了 整个三家评级机构 现在只有穆迪 把中国的全面的这个 叫没负面 可以说穆迪一开始 它一战成名的时候 就是大家觉得可靠 是它评级了这个恒大 因为当时它确实 对恒大做出了一定正确的评级 然后大家比较不认可的 就是这种忠诚信 忠诚信确实给恒大的定级 加上穆迪做完以后 马上给中国维持稳定的 就是有一点 就是怎么说 评级的大家不认可 或者可以说这种塔西头效应 但是我们也看到 这穆迪其实下调 我们为负面的 它总共有三个观点 一个观点 就是整个的经济增速放缓 然后还有就是地方的债务问题 再有就是房地产行业 影响了地方财政的收入 因为确实是 我们一直都在扶持给政策 可是你给了很多的时候 我们无论从这种基础的 财政收入 或者是这种纳税收入 都是偏低的 而且从去年就给这种 新能源汽车的这种补贴 加上一些其他的 都可以看到 我们的财政一直都在支出 然后到前几个月的时候 我们的地方特别债务发行了1万亿 可以说地方政府的收入 确实是有一部分的困难 但是没有说穆迪给出的这么多 把所有的全部给你打压成负面 然后我们也看一下穆迪的原文 然后这是英文版的 然后这边是翻译成中文版的 对于我们这一次的 中国主权评级 然后穆迪其实对美国的这种主权 也是下降的 它也是调为了负面 它是在11月10号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左侧的也是这种美国评级的原文 加上给大家翻译成的中文 可以说它对美国的评级调为负面 但是它的基础评级还是AAA 然后这个也是这种最高的投资等级 但是它是出发的结论是什么呢 出发的结论就是美国财政实力方面 这种下行的风险逐渐的增加 然后可能不再完全被主权国家 独一无二的信用实力所抵消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美债 它持续的利率上行 然后又造成了美国现在这种高通胀 可以说美国政府也是大力的想去增加财政收入 但是它也无能为力 所以穆迪认为美国的财政资资还会继续的增加 并且它的这种33万亿 随着它这个利率持续的稳定在这个高位 对于他们整体的压力评估是很大的 而且它也预计了美国政府可能会因为债务问题 再继续的进入到停摆状态 所以说穆迪这个事情我们要考虑到 它背后到底想去凸显什么 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 美联储可能不会再继续下息 不会再继续下息的时候 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利率差就会逐渐的缩减 现在大约是167左右的BP变数 也就是说当美国逐渐继续去降息的时候 很多的资金可能会因为美国持续出现的这种高风险 因为它的股价一直维持在很高的高位 可能会出现回调或者一些面临的风险 尤其是像我以前就跟大家讲过 现在美国的运工成本是特别贵的 运工成品特别贵 你降不下来的时候 企业的盈利能力马上就会出现大打折扣的一个现象 这也就是造成了资金恐慌 可能会选择逃离美国的资本市场 并且选择一个新型市场 现在新型市场可以说增长的几乎现在也就是两方面 一个是印度一个就是中国 然后印度也在最近增加了它的这种招商引资的力度 并且而且可能会连任 所以说它的政策连贯性会持续 对于中国它可能也会选择通过这种口风 或者是这种媒体的这种爪牙 放空做空中国 然后通过外资继续的进中国好去做一个掏底的政策 因为它确实是全方位的把很多的优质企业也全部评级为负面 这其实是不客观的 然后它的这种推断是比较线性的思维 但是线性的思维在金融领域上可以说是完全不可以应用的 线性思维你可以推导数学公式或者推导一些基础理论 但是对于整个经济的这种黑天鹅灰犀牛各种跳跃性的时间 根本就不可能用线性的思维去考虑这个事情 尤其是我们相对的的承压能力 也可以看到我们从来的这种连不动 第一点这种储备粮或者是我们的这种工地红线 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房地产确实是像有的粉丝朋友也会问我 说中国的房地产会不会有起色 或者说因为这种未来你去考虑到了这种会通胀 房地产还会再起来 其实你要知道现在房地产不单单是住宅性的 更可怕的一个是产业园 还有一个是写字楼 现在写字楼的空置率就连北上广深都已经达到了25% 所以说对于这种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 全球都是下去评估的 然后在随着早上的时候给大家去讲过 这整个的中国进出口数据 其实我们的进出口数据 如果以美元统计持续的是下降的 今年下降的5.5%到6% 可能明年的话会下降的更多 因为其他国家也一样 生活能力都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生存成本逐渐的增加 你的基础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然后这种资金其实像我说的 没有其他可以去除 你像越南现在几乎已经等于崩溃的状态了 你再想扶持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印尼这些都是很难的 因为那边的人有一种惰性 就是他们不会持续的这种连轴转 其实你这么看 苹果它腾飞是因为也是在中国这种富士康 特斯拉的腾飞也是因为中国在上海的超级工厂 可以说中国的工人的素质就是全球这种排名前三 或者是你不夸张的说 你可以说成number one 当然了这个基础的呢 有的人会说这个中国员工相对来说 他的教育程度比较低 但你要知道我们这种放开了这种教育程度 或者扩招的时候刚有多少年的年限 你不能说你直接拿着去和美国比 而且美国的这种移民政策也吸引了很多这种高知人才 每年逐渐的涌入 他有这个能力 企业获得能力以后把这个获利交给这种人才 然后呢实现一个双赢 但是现在的时候确实有的粉丝朋友有的留言说 你虽说一边骂着外面 但外面真的可以给工人涨工资 但是你国内呢总说雪上加霜 让你和老板一起扛挨过冬天 但是老板挨过冬天以后呢 留不留你也是一个说法 所以说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人口结构问题 大量的财富集中在了6070年的一代 然后呢你决定了定价权呢 现在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初的升任 但是未来的定价权永远还会交给00后或者10后 这个就是时代不可避免的 然后我们也期待着后续中国经济可以快速的出现一定的回暖 然后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